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神秘斯奥代表了奥特曼中的极端战地》 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尽管实力如此强大 但宇宙中有一些怪兽是强大如《神秘斯奥》也无法消灭的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四只《神秘斯奥》也是手无臭的怪兽 一只能吃掉奥特曼 还有一只 永远不可能输 1. 格力渣 十分怪兽格力渣是X奥特曼中的最终boss 它和X奥特曼一样来自未知领域 它的本体是不存在 也显示世界中的 是完全虚无的存在 在虚无的状态下 根本摸都不可能摸到 就算是神秘骚一起上 也不可能伤到它 就是因为格力渣的这种虚无的特性 它可以吸收别的生命能量来自最终身的实力 就算是奥特曼也不过是它的养料 正是因为格力渣吸收了X头标 才成无病充游 最终被X红色装甲击败 2. 咒达 咒达是被奥特立足所承认的最大敌人之一 是奥特之心乃至整个宇宙永恒的威胁 因为咒达就像被击败 也可以在5万年后再度复活 而且复活以后实力还会增强 虽然无人咒达被消灭了多少次 5万年后也会迎来更强大的咒达 就算是神秘骚也无法彻底消灭它 反而有可能被实力一次次突破增强的咒达所击败 3. 吉野龙兴兽 吉野龙兴兽跟咒达很像 也是对于不停的复活 而且只要几个小时就能重复再生 甚至把吉野龙兴兽的军品拿去分烧 几个小时后也会再出现 吉野龙兴兽皮肤非常坚硬 可以轻易抵抗导弹胖虎的攻击 相信就算是神秘骚也拿着一只很快就能重生的怪兽 没有办法 4. 叶弗 叶弗被称为最强怪兽 因为叶弗不仅也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还能吸收敌人的攻击 将其中的能量化为挤用 甚至反挥出更强大的攻击 可以说是与强则强 扁刀它再强也有一个限度 而叶弗的上限似乎是无限的 如果神秘骚丢上叶弗 不知道会不会让叶弗也更是一只增强下去 要是那样的话 神秘骚也只能成为叶弗的手下王魂 估计只有善良的高骚子们 能让叶弗做一个不发皮剂的怪孩子 而且叶弗从来没有输过呢 不知道小伙伴们 只不知道有什么手段能撤离小明叶弗呢? 本期视频结束了 希望能夺到更多小伙伴们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